普京連劃中共後院 美劃恢復核武能力 白宮擔心已來戰爭肯五星期內開打 中共鼓勵公民和義娟器官分析敢是搞陰謀 沙特借替能力超過中國12年來首次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1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普京剛剛結束了對北韓的訪問後 20日抵達越南首都河內進行為期一日的國事訪問 將與越南高層就軍火輸出 與經貿往來等議題進行磋商 為應對俄中核武威脅 美國國會正著手恢復 約30架B-52H轟炸機的核武器能力 法新社報導 越南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 可以回溯至1950年 當年蘇聯培養了越南共產黨的幹部 越戰期間 還向其提供了武器、戰鬥機、坦克等 蘇聯解體後 至2012年俄越關係更升級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等同越南與澳洲、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及美國的關係 20日俄國官員表示 雙方將著重經貿、教育和能源 尤其是莫斯科如何幫助越南向淨化能源轉型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這是普京展示自己擁有越來越多經濟和政治盟友的機會 特別是自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逮捕令以來 訪問越南也成為了普京外訪的罕見之舉 在西方制裁下 擁有一億居民的越南 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具有具大潛力的市場 越南是俄羅斯軍事裝備的長期客戶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 1995年至2023年間 從俄羅斯的武器進口額佔越南海外採購總額的80%以上 不過受到國際社會的對俄制裁影響 近年來越南至俄國進口的軍武縛減 越南還是東南亞製造業大國 近期拜登與習近平都相繼訪問過越南 旁中認為越南採用的是多維外交 打出的主要是務實和謹慎的經濟牌 美國與越南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之後 習近平訪問越南的意圖是想要確保越南不會聯美抗共 西方警惕的是俄越的軍火交易 在美中俄的大國競爭中 越南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面臨著高風險、高回報的處境 令中美俄三個大國都滿意 可能會為其經濟帶來變革性增長 激怒可能付出沉重代價 所以對越南政府來說好像在走鋼絲 但是烏克蘭戰爭使這種平衡行動變得困難 因為越南沒有參加瑞士和平峰會 普京讚揚越南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的平衡態度 本台粵語主持人、資深記者石頭認為 雖然越南目前經濟正在崛起 無論與美國、印度都有很多的合作 同時也保持與中共緊密聯繫 軍事上也在嚴防中共的威脅 但是,始終還是共產黨國家 制度上沒有與西方同步 俄烏戰爭基本採取中立立場 也反對將俄羅斯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除名 就知道它與俄國的關係不差 但是在討論烏克蘭問題的時候 越南堅持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 發生社說,河內可能尋求莫斯科 支持該國家加入金專國集團 但是越南與俄羅斯走近 可能也會引起中國警惕 旁中認為,普京訪越南 有與中國爭搶影響力的方面 隨著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三年 俄羅斯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以來加深 而這個也與越南相關 因為越南與中國在南海存在爭端 中方堅持對某些富含石油和天然氣柱 兩個海洋資源擁有管轄權 而俄羅斯的兩家能源公司 也參與了一些具有爭議的地區的上游項目 石頭則認為 俄羅斯與越南一直以來都有在南海合作陷探能源 這樣中共最不高興 普京這次到訪越南,可能現在能源嵌探 與貿易方面與越南加強合作 這也是擺脫西方制裁,牽制中共的一個方式 而越南目前在亞洲也確實起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在軍事上,我想越南是不會明目張膽地援助俄羅斯的 普京與越南國家主席蘇林簽署了一系列協定 雙方將進一步加強在教育、科技、石油和天然氣陷探 以及衛生健康等領域的合作 此外,俄羅斯兩國還同意為在越南興建一個核科技中心制定路線圖 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 21日將一連兩日訪問河內 與越南高級官員會面 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 強調美國堅定並致力落實與越南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合作支援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雙方也會就下月在遼國舉行的東盟部長級會議共同討論目標 另外,據《金融時報》報導 20日美國宣布 未來16個月內生產的所有外國者導彈攔截器 都將運往烏克蘭 而不是運往向美國訂購的其它國家 外國者系統是華盛頓最先進的防空武器 澤連斯基說,此系統是當今世界上最有效的防空系統 能擊落所有俄羅斯導彈,包括彈道導彈 同時,德國內因金屬集團宣布 德軍已經向該集團下了價值超過85億歐元的創紀錄訂單 以購得火炮彈藥,以補充軍火庫並支持烏軍所需 有消息說,俄羅斯將更新其核武器理論 如果俄羅斯聯邦認為該國處於危險之中或受到威脅 則將包括先發制人打擊的選項 據美國國防新聞週刊19日報導 參眾兩院國防授權法案都納入要求重塑B-52核武器能力的條文 重新將這些光炸機納入核三位一體 就是海陸空核子武器投射體系 美國國會議員認為,未來核環境或將沒有任何條約限制 因此有必要重新強化核力量 軍事專家指出,這一立法動議反映出美國面臨來自中俄的雙重核威脅 重新強化B-52等現役武器系統的核打擊能力 有助於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性 以色列政府和真主黨衝突出現危險升級 白宮顧問霍克斯坦警告 以色列國防軍可能會在五週內開始第三次黎巴嫩戰爭 如果真主黨不能停止挑釁行為,令戰爭局勢降級 這樣美國同盟友會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爭端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發布警告說 正如他幾個月來擔憂的那樣 以色列和真主黨,甚至可能還有伊朗之間 正在讓中東醞釀一場非常危險的戰爭 20日,三名美國官員對CNN說 在和黎巴嫩真主黨開戰的前提下 他們嚴重擔心包括鐵窮在內的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會在和真主黨的全面戰爭中不堪重負 由於真主黨仰言發起密集導彈襲擊 預計至少一部分北部鐵窮系統可能會過載 美方官員表示,以色列政府官員也有同樣的擔憂 並計劃將加沙周圍的系統轉移到北部 當日,真主黨用約45枚火箭轟炸了以色列北部 引發了警報,襲擊中沒有人員傷亡或物質損失的報告 而以色列戰鬥機也在20日出動 襲擊了黎巴嫩南部胡拉和塔羅塞的兩個真主黨武器庫 以色列國防部表示,幾個月來 真主黨恐怖組織越來越多的使用再有爆炸物的無人機 反坦克導彈和火箭來打擊以色列 國防部長加蘭特告訴將軍門為所有可能性做好充分準備 在全面戰爭可能開打的情況下 真主黨的領導人納斯魯拉在19日公開威脅說 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兩國爆發戰爭 他們將會對位於地中海東部 協助以色列的塞浦路斯發動攻擊 在地中海區域引發更大威脅 觀點認為,此舉也可能會引發更多混亂出現 對此,資深媒體人旁中評論認為 不排除以色列和真主黨的軍事衝突會快速升級 他表示,真主黨擁有比較強大的人力和軍事能力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積累了軍事武庫 武庫包括2000至2500架不同類型的無人機 可以覆蓋被佔領土上的所有以色列城市 真主黨還擁有反坦克導彈 還擁有其他類型的彈道導彈和防空導彈 這些導彈具有多種射程,可能達到數千公里 此外,伊朗還向真主黨提供了非常高質量和先進的武器 所以,真主黨和伊朗方面是有一定能力維持這樣的威脅 黎爾邊境衝突如果全面升級 慘烈程度將超過2006年以軍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大規模衝突 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有可能參與其中 黎坊傷亡人數可能達到30萬至50萬 而以色列北方地區民眾將面臨大規模疏散 在這種情況下,伊朗作為黎巴嫩活動的幕後主使 遭到國際關注 加拿大政府19日宣布 將伊朗伊斯蘭革命圍隊列入恐怖組織名單 並呼籲在伊朗的加國公民離開當地,防止被抓捕 此舉導致數千名伊朗政府官員以及IRGC人員被禁止進入加拿大 加沙戰爭方面,以色列繼續在拉法西部地區挺進 目前以色列佔領拉法的大部分區域 但還未實現消滅哈馬斯的主張 在美國等國的牽頭下,以色列繼續與哈馬斯進行人質協議談判 20日,《以色列時報》引述消息人士言論說 目前美國方面評估認為,加沙仍然存在的人質數目可能低於50人 近期,中共國家衛健委和法改委等14個部門 聯合發布了關於促進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健康發展的意見 鼓勵公民簽署自願捐獻器官的同意書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幕僚長律師托齊對大紀元表示 建議中國民眾在簽同意捐獻器官文件時要非常小心 因為中國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為 而原中國盲人律師陳剛誠也表示,中共是在搞欺騙 托齊說,在2022年美國器官移籍集資上有一篇非常吸引人的文章 研究調查了中國器官移籍的醫學文獻 這篇文章記錄了71份中文科學出版物中的案例 顯示在病人被宣佈老死亡之前就已經摘取了他們的器官 這樣違反了國際供應的死亡捐獻者原則 托齊說,在中國合法獲得的器官數量和進行的器官移籍數量存在很大差異 我認為在中國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為 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應該非常小心地簽署器官捐獻文件 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前亞太斯司長喬高 和國際人權律師麥塔斯發布了一份報告 確認了中共的活摘指控 10年後的2016年6月22日 喬高·麥塔斯聯合美國調查記者葛特曼 發布了新的調查報告 名為《血腥的器官摘取》 他們表示,過去的15年來 在中國大陸估計進行了大約150萬例器官移籍手術 而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而國際壓力下,中共一直無法講明具大數量的器官來源 反而又在2023年10月,通過了人體器官捐獻和移籍條例 試圖將器官移籍合法化 這個條例已經在今年5月1日正式實施 對於這個新條例,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前主席斯威特 警告中國民眾不要上當 對於中共積極的鼓勵公民簽署捐獻器官同義書的情況 陳剛誠律師表示,共產黨這是一種欺騙 它就是將中國人當成人亢,當成糾菜 只要它需要剝奪你的時候 不管是剝奪你的財產 還是你的生命,你的器官 共產黨就是會利用它所掌握的國家機械 來做這樣的事情 否則無法解釋一個大活人 在中國失蹤了,找不到 而且不是一例兩例 共產黨的邪惡,那只是冰山一角 陳剛誠給中國民眾的建議是 不只是簽棄官捐獻同義書 凡是中共叫你做的,你就不要做 沙特阿拉伯政府大力發展基建並促進對外投資 押金為止已經成為國際新興市場中出售債券最多的國家 此前中國連續12年的榜首位置遭到取代 根據彭博社調查的今年政府企業新債券銷售數據 沙特成為對外出售債券速度最快的國家 這是為了實現沙特政府實際控制者 王儲本·薩利曼的2030遠景計劃 也是在最近中國對外銷售債券的規模 與2019年押金5年平均值相比下降了68% 今年到目前為止 沙特的實體債券銷售年增長達到8% 數額超過330億美元 目前是市場上最大的新型市場債券發行國 該國準備爭取成為外界清雷的金融市場 以獲得能源之外的收入來源 沙特最新的廢速借貸活動 引發一些業界關注 英國巴克萊銀行將沙特阿拉伯的主權信用評級 從市場權重下調至減辭 理由包括經濟性發行債券 油價走遠和中東國際動盪 業界有觀點認為 這樣的債券發行速度難以持續 在當前替勢下,國際金融市場行情火熱 新興市場的國際債券銷售量同比上漲28% 達到2,910億美元 這是2021年以來的同期最高標準 今年中共國開行 同企業共計出售233億美元價值的 美元和歐元債券 目前只佔整個新興市場借貸的8.1% 而在2017年 中國的巨額債券發行量達到2,240億美元 佔巨總發行量的3分之1 同時,北京試圖發行人民幣債券 以迴避潛在的美國制裁影響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revision文貴報它的 будете轉變 Shock地折召出 支援者的機械 非常隨意 在Hola!", 既然背景不見 甚至希望 出身,在在那裳內 再擁有 粉絲 部維 的